今天是3月27日 我们继续俄乌前线战况及形势研判 现在总体形势对乌克兰来说极为不利 针对开战以来战场实际情况 俄军进行了所谓的调整 准备将下一阶段作战重点放在乌东部地区 不得不说这是行之有效的调整 乌军虽然顽强作战并拥有电磁优势 但在体量上与俄有着不可比较的差距 现在俄军慢慢采用正确的战术 乌军的对抗能力短板正在逐步显现 我可以说乌克兰已经到了危急关头 战场总体形势 东部战线俄军已经占领大片乌克兰领土 并仍在持续向西推进 马里乌波尔解为无望 丢失是早晚的 有些人的估计是一周内彻底被肃清 这两天乌克兰正在失去19母 可能已经失去了 这样北线俄军必将南下 紧接着就会攻打斯拉维扬斯克 如果成功 就有可能切断东部乌军主力的后勤补给 并将顿巴斯地区的乌军彻底包围 下面看一下各条战线的具体战况 1.利沃夫、日托米尔、基辅、苏梅一线 这一线总体来说态势平稳 乌军发动了有限的反攻 也拿回了一些地方 但总体来说并没有对俄军造成决定性的杀伤 很多地区甚至俄军说从来就没进去过 言下之意是乌军打了嘴炮 1.俄军26日称 在过去的一天打击了117处乌克兰军事设施 使用数枚口径高精度海基巡航导弹 打击了位于北部日托米尔州的一处武器弹药库 这些导弹飞了600至800公里之远 俄军还使用高精度导弹 打击了乌克兰南部尼古拉耶夫州一处乌军油料库 2.基辅方面 否认有关乌军在不查和霍斯托梅尔进攻 和包围俄罗斯军队的消息 而之前我们都以为这里发动了规模不小的反攻 现在看来只是远距离重炮轰击加打冷枪而已 但在莫克里夫镇附近 确实发生了激烈战斗 3.基辅西南侧Verselkiv的油库 被俄军卡里伯导弹击中起火 乌军这个最大的燃油补给点被摧毁 接下来油料供应肯定会面临困难 4.在基辅州另外一边的Lukionivka村 一个白俄罗斯志愿营攻击并炸毁了俄罗斯坦克 英勇的白俄罗斯人用一辆坦克和两辆BMP袭击了占领者 而此时敌人的人数是士兵的两倍多 白俄罗斯营长说 我们正在为真理而战 胜利将属于我们 5.昨天披露了俄军在基辅郊区抓获60多名乌克兰官兵的消息 当时不清楚是具体发生在什么时候 今天后续报道来了 这个通信中心的中校说 食物在3月3日就没了 乌军指挥部命令他们尽可能坚持 但后来的两周并没有食物送来 看来这事情发生在3月中旬 好在当了俘虏之后能填饱肚子了 6.昨天说到斯拉夫地骑士 当时还不明白为什么俄军要占领 这处距离基辅市中心 有120公里远的小城市 后来才搞明白 这里住着很多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工作人员 估计俄军加强对这里的控制 主要是为了核电站安全 俄军冲进城市的过程并没有发生战斗 因为乌克兰军人早就从这里撤出了 后来俄军绑架了市长 然后市民抗议 俄军就把市长放了回来 市长回来后说俘虏期间我与战领者谈判 双方同意 如果我国军队不进驻室内 一切都会没事 但市民要交出武器 而且乌克兰警察必须撤走 7.西部城市利沃夫的油库遭到俄军导弹攻击 发生爆炸并燃起大火 照这样下去 乌军油料供应肯定会更加困难 同时也可以看到俄军现在加强了 对乌军薄弱的物资供应链的打击 所以总体上看 乌克兰人现在是稳住了这条战线 拜俄军重点转移所赐 这条战线今后承受的压力可能稍轻 但更大的考验还在未来等待着他们 2.哈尔科夫河东部战线 哈尔科夫地区的乌军反攻 收复了几个不大的地方 但俄军在拿下19母之后 依然在其南面寻求突破 8.有消息称 乌军指挥部昨天下令放弃19母 集中该地残余部队撤往卡门卡后面设立防线 俄军已向南推进 逐渐逼近巴尔伦科沃和斯拉维扬斯克 乌军在斯洛维扬斯克 克拉马托尔斯克和阿尔杰米夫斯克的军事设施 持续不断受到俄军空袭和导弹打击 重创 9.卢干斯克地区变化不大 90%以上地方已经被俄方控制 俄军大概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半 并在缓慢推进中 一些地方发生了激战 这里的战线短期内就有可能出现很大的变化 乌军形势危急 有消息说军方建议后撤到第二条战线防守 但被拒绝 3.马里乌波尔地区 乌克兰控制的地域正在持续缩小 法国、希腊和土耳其正在呼吁开展人道主义行动 撤离这里的平民 俄军进一步向市中心进发 并进一步围攻东部 围绕亚素钢铁厂区域的争夺还在继续 10.目前 乌克兰武装部队和民族主义团亚素的领土控制 已所减为三个部分 亚素斯塔尔北部和海边 各部分之间的通信已被切断 没有清理干净的都在俄方的火力控制之下 在左岸、居民区的清理工作已经完成 阿索斯塔尔附近的工业区正在进行战斗 乌士现在已是一个巨大的瓦力队 11.DPR军队情报官员说 乌克兰的残余部队和亚素营仍在继续顽强抵抗 但马里乌波尔城市最终将在一周内被解放 他还说 乌克兰军队中有很多外国人 甚至是黑人 乌克兰海军陆战队503独立营的副参谋被抓 当时政委装成平民 马里乌波尔无疑是整天战线上 战斗最激烈也最惨烈的地方 在这里发生的战争 清晰地表明乌克兰正在承受难以承受的痛苦 虽然我们远在万里之外 希望乌克兰人能像神一样战斗 击退并赶跑俄军 但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事 残酷的战争 每天都在消耗巨量的战争物资 并吞噬乌克兰军民的生命 4.尼古拉耶夫和赫尔松地区 依旧平稳 12.尼古拉耶夫地区的俄军已经离开 乌军在赫尔松有一些有限的进展 13.乌军昨天更正 说之前在比尔江斯克摧毁的俄军登陆舰 不是Orsq号 而是另一艘名为Seratov的登陆舰 以上就是各条战线的细节战况 14.还有个既往消息的后续 还记得乌克兰记者罗曼辛巴柳克说的那件事吗 一支俄军部队伤亡过半 愤怒的士兵开了一辆坦克冲向指挥官 尤里梅德维杰夫 Yuri Medvedev上校 造成他的双腿受伤送院 华盛顿邮报说 一位西方高级官员表示 梅德维杰夫已经死亡 下面说说外交方面 15.捷克外交部紧急召见俄罗斯大使 强烈抗议俄当局对捷克诸莫斯科外交官的挑衅行为 总之俄罗斯和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的关系都在坏下去 除了一两家之外 16.布林肯在3月26日的一份声明中称 美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额外1亿美元援助 主要是维持乌克兰政府部门的运转 17.华盛顿邮报报道 拜登表示 许多乌克兰难民希望留在欧洲 离自己的家园更近一些 但我们也将欢迎10万名乌克兰人来美国 拜登还宣布美国将额外提供10亿美元用于食品 药品水和其他物资 18.外蒙古乌兰巴托 当地人在俄罗斯大使馆外举行抗议集会声援乌克兰 19.伦敦也爆发了集会 20.泽连斯基正在与奥斯卡奖主办方 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商谈 希望以视频形式在3月27日举行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亮相 平心而论 这确实是演员最该去的地方 他将为乌克兰争取更好的外部条件 并极大的鼓舞乌克兰军民的斗志 21.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丁 今天会见了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和国防部长 阿列克谢列兹尼科夫 拜登也出席了会议 以示重视 美方承诺继续支持满足乌克兰的人道主义 安全和经济需求 22.拜登的官方推特称 由于我们史无前例的制裁 如不几乎立即变成了废纸 俄罗斯的经济正往大将一半的方向上飞奔而去 在这次入侵之前 俄罗斯被列为世界上第11大经济体 很快 前20名都没他了 俄罗斯的做法无异于对二战以来建立的 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直接挑战 23.作为对这种恐惧的直接反应 波兰总统杜达与拜登会面时说 我们指望美国的强硬领导 我们是一个认真的合作伙伴 一个可靠的盟友 明年波兰将把GDP的3%用于国防 我们想购买美国制造的现代军事装备 从这段时间的表现来看 波兰确实在反俄问题上极为坚定 军援方面 目前没有其他进展 下面说一说 我对今天战况的总体分析理解 乌克兰到了危机关头 从持续作战能力来说 战争已经打了一个多月 乌军武器装备遭受重大损失 人员丧失作战能力的也很多 战斗力大幅下降是必然的 从后勤补给来说 大量物资已被消耗是肯定的 乌军工业制造能力有限 能够补充得上缺口吗 战前的物资储备还够用吗 能支撑到几时 基辅利沃夫的大型燃料仓库被毁 说明俄军正在有条不紊的 消灭乌军持续作战能力 乌军对此有无足够的准备 如果没有 或战争持续时间超出战前打算 又该怎么办 从外部支援来说 利好放尽就是利空 西欧各国之前承诺的援助 正在纷纷到位 但今后作战所缺的物资仍很多 乌克兰对外部援助需求的迫切性和依赖性 正在迅速提升 西欧各国的援助力度 是否能长久保持下去 战争让美丽的乌克兰伤痕累累 确实 一开始俄军犯了很多错误 导致现在战争托而未决 但俄军也不是死人 傻子 他们也在调整 虽然我们之前嘲笑俄军既若又爱线 安排了从基辅到苏梅 哈尔科夫 从卢顿 马里乌波尔到赫尔松 尼古拉耶夫全线突破的大阵仗 于是深陷泥宁之中 但两国体量上的巨大差异 使得俄军还是拥有 远比乌军更大的容错空间 现在 他们收敛了战略意图 把攻占乌全境转变为 更务实的蚕食 攻取乌东部 这就使得他们的状况得以好转 加剧了乌军的困难 在乌克兰东部 俄军拥有 无可辩驳的空中优势 所以乌军在这里的作战调动合不及 都将遇到比前一阶段 大得多的困难 相反 由于更靠近边界线 所以俄军的行军作战 修整合不及 势必从容得多 一旦战争进入长期化 僵持状态 两边比拼的就是数量而非质量 就是耐久力而非技巧 这显然对俄罗斯更有利 经过前一阶段作战 俄军暴露出来的指挥紊乱 通信不畅 协同不利 信息不明 疾痒缺乏等问题 都将得到缓解 而乌军空中力量几乎损失殆尽 又得不到补充 TB-2和其他型号的无人机 也用得差不多了 远点弹道导弹也没剩几发 25 昨天俄军发表了一个声明 说俄国对乌克兰展开军事行动至今 俄军已摧毁260多架无人机 超过1580辆坦克车和其他装甲车 以及204个防空武器系统 乌克兰毕竟是个中型国家 家底没有那么厚 而且 乌军拥有的情报优势 可能在不久之后 也将逐渐变得难以发挥 当俄军收缩战线 部队与部队之间 不再有能让乌军小分队 游刃有余的空间时 浑水摸鱼居杀俄军高阶军官 也将变得困难 这个时候 乌军需要的就会变成大量的武器装备 大量的军人补充和大量的作战物资 泽连斯基曾说 我们最需要的是坦克战机和防空武器 26 据CNN报道 乌克兰过去几天 向美国提出了新的武器愿望清单 上面就列出 每日急需标枪核毒刺导弹 各500枚 比先前要求的数量多出数百枚 另外乌克兰还希望 能获得两种额制战机各36架 估计是米格-29核苏-27 以及攻击直升机和S-300的防空系统等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喊话 西方国家快给武器 其实他最想要的是坦克核战机 甚至恳求 只要北约国家拥有的全部坦克数量的1%就好 但显然还是要不到 但是 西欧国家在干嘛呢 之前 波兰说要给乌克兰米格-29战斗机 后来涉于俄罗斯的压力 不敢直接给 说要给美国 让美国转交 美国竟然不敢接 这事就黄了 拜登之前承诺 向乌克兰提供他们会用的苏制武器 这大概就是按着S-300防空系统 斯洛伐克 希腊和保加利亚说 他们没办法给乌克兰S-300 因为没办法填补给出这些系统之后 留下的空缺 后来 德国和荷兰 把爱国者防空系统部署到捷克 希望那些手里有S-300防空系统的东欧国家 能把S-300给乌克兰 结果 斯洛伐克 希腊和保加利亚 还是不愿意向乌克兰提供该系统 乌克兰地面部队面对着俄军占据优势的攻击机 和频繁的弹道导弹攻击 乌克兰大城市还要承受俄军重型远程火箭炮 核重炮的轰击 伤亡惨重 而缺乏压制俄军远程火力能力的乌军 调动极为不易 虽然隐蔽起来死不了几个人 但重装备毁伤严重 想要冒着空中打击反攻俄军就更加困难 可谓步履为奸 乌克兰总检察长说 一个多月以来 三十九名儿童死于战火 乌克兰的血在流 孩子在死去 战事空有勇气却发挥不出来 看着生灵涂炭 看着家园成为坟场 我真的好痛苦 乌克兰是阻挡俄罗斯的第一道防线 后面就是波兰 捷克 罗马尼亚 在后面就是德国 瑞典 芬兰 这帮人却还整天在浑浑噩噩 希望凭借一点小聪明 就能让乌克兰军民超神一样作战 去战胜领土面积三十倍 人口多一亿的对手 这不是可笑吗 如果这些国家还这么天真下去 等多米诺骨牌倒下时 个个都要遭受乌克兰今天这样的苦难 当这些政客看着本国人民死于非命时 才会明白纵容恶人的结果 就是自己也遭殃 当他人遭遇苦难 而自己不加以援手时 将来也会遭到报应 看在上帝的份上 希望他们能够及早醒悟 编辑 感谢观看